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辽宁新城市老程序中心位置 有一座建于明宣德年间的古城 它与西安古城 荆州古城和平耀古城 同被列为我国迄今保留最完整的明代古城 这座古城被依辽西丘陵南陵渤海湾 雄距辽西走廊中部咽喉 是关外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 也是古今兵家必争之地 当年明末大将袁崇焕 就是在这座城池上击退了汹涌而至的厚金大军 也击碎了奴若哈赤一路向南的雄心 袁崇焕一战成名 这里就是历史上的宁元古城 如今叫做星城古城 我现在已经来到星城古城附近了 在城墙外 这里停车很方便 因为它的停车涨非常的多 是十块钱一次不是按时收费的 古城是免费进入 但也有一些需要门票的景点 通票是一百块钱一张 星城古城它是一座方形卫城 有四个城门 分别是春河门 延辉门 永宁门 还有威远门 其中这个延辉门 就是古城的正门 接下来咱们就从这座城门 进入古城内 大家看 这就是星城古城的正门 它叫延辉门 这片区域呢 就是瓮城 瓮城是古代城市的主要防疫设施之一 说白了就是加装在城门前或城门后的又一层门 当敌人攻入瓮城的时候 如果将主城门和瓮城同时关闭 城内守军呢 就可以站在高处万箭齐发 向敌军发起攻击 即可对敌形成瓮中捉逼之势 就是说像在大坛子中去捉假鱼一样 接下来呢 咱们继续往前走 大家去古城的时候 尤其喜欢历史的朋友们 有没有穿过城门会有一种穿越历史的感觉呢 但当看到汽车的时候 咱们瞬间又穿越回来了 如今在兴城古城内原住民有很多 大家看 城门两侧就是古城的原住民生活区了 所以这车呢是能开进来的 如果游客特别多的时候 中间这条街是不允许走汽车的 我现在出来的早是早上的七点 这两侧全部是商铺 卖一些纪念品 还有超市饭店等等 大家看 在咱们正前方 有两座精美的石牌坊 我进入古城呢 主要就是为了近距离去拍摄它 现在咱们靠近去看一看 穿过兴城古城的南门 步行一百多米后 就可以看见一座高高耸立的石牌坊 横跨街道 这是明朝崇祯皇帝 特意为褒奖镇守辽西的大将 祖大寿而立 这座石牌坊 建于崇祯四年 高十一米多 仿木结构 四柱三间五楼市 上方居中位置 刻写着忠贞胆志四个大字 就是称赞祖大寿 忠心耿耿志勇兼备 中层居中位置 还刻写着四氏袁荣少傅 暗示祖家为世袭将门 四代为将 也就是祖镇 祖人 祖承训 还有祖大寿四代 在石牌坊后方上方居中位置 还刻写着阔清之列四个大字 这是称赞祖大寿 为大明帝国镇守边疆 抗击外敌 保兴安民立下了显赫战功 在石牌坊上 除了刻有文字外 还雕刻有双龙 侍从土和人物 花卉 海兽 鸟 莲纹等精美图案 关于这座石牌坊 还隐藏着一个秘密 就是石牌坊的树扁商 这两个字 玉音 就说这座石牌坊 是皇帝金口预言批准建造的 但是大家仔细看 玉子刻的不对 这个字叫速 意思是说是有瑕疵的语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当地有一个传说 说是因为在建造石牌坊的时候 石将们不满意祖大寿 没有皇帝的圣旨 只有皇帝的口头答应 就给自己立石牌坊 而故意刻错的 还有人说 当年石将听说 祖大寿在锦州降过清 一生气就给刻错了 就说他这个人是有瑕疵的 还有人说 这只不过是玉的一个一体字而已 总之关于这个字 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 至今也没有定论 当聊到祖大寿降清 可能有些朋友并不了解 接下来咱们就简单的聊一下 星城这个地方 就是祖大寿的故乡 它是元重换一手提拔的 也是继元重换之后 抵御清军的中间力量 祖大寿这一生是两次降清 第一次是炸香 当年黄太极率领大军围困祖大寿 祖大寿也发动过几次突围 但都没有成功 后来城内的粮食都吃完了 那士兵饿了怎么办呢 就开始吃战马 战马吃完了就开始人吃人了 在明朝援军无法到来的时候 祖大寿打开城门选择投降 后来祖大寿向黄太极提出一个计划 说把我放回锦州找一个机会 里应外合我把清军带到锦州城 黄太极一听觉得这个计划还不错 于是就把他放回去了 这一放就等于放虎归山了 因为祖大寿回到锦州后 切断与黄太极的联系 重新组织兵力继续抵御清军 十年后黄太极再次率领大军 围困锦州城 祖大寿在孤守锦州一年后 此时城内已经是淡尽粮绝了 在等不到明朝援军到来的时候 祖大寿再次详清 当时黄太极并没有追究 他上次背叛自己的罪名 反而对他更加重用 那聊到这儿呢 有些朋友可能会好奇 黄太极为什么这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黄太极这是想以祖大寿为标杆 树立汉族将领归降的优待典范 这就是祖大寿的两次详清了 过了第一座石排放 往北继续走几十步 大家看还有一座石排放 这座石排放是建于崇祯十一年 为祖大寿堂地而立 也是仿木结构 四柱三间五楼式 在主楼上方呢 和祖大寿那座石排放一样 也刻着玉音二字 再往下刻写的是 灯坛俊烈四个大字 就称赞它 灯上降坛创立工业 这座石排放形制 和祖大寿那座基本一样 但比那座要高很多 这座高度呢 达到了16.5米 在一条街上 皇帝为兄弟俩 各建一座石排放 非常的少见 当年崇祯皇帝 为表彰祖室兄弟忠心 保卫辽东疆土的抗清工具 建造了这两座石排放 但第二座石排放 建完六年后 李子成大军进入北京城 崇祯皇帝自艺殉国 随后祖大寿的外甥吴三桂 引清兵入关 清朝正式入主中原 咱们看完这两座石排放后 在前方大家看 还有一座古建筑 它位于古城正中心位置 也就是说 在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中心交汇处 这座建筑就是中古楼了 星城中古楼建于明景泰五年 也就是朱祁玉在位时期 在明嘉靖天启年间进行过重修 到了崇祯年间就被拆除了 后来到了清乾隆年间 在原址上进行重修 现存中古楼基本上保持了原貌 中古楼用于战时击鼓进军 平时报效耕臣 据说站在中古楼上 可以看到方圆两公里内的地情 当说到战争就不得不聊 历史上的宁远大街 在三百九十多年前 明末大将袁崇焕就是在这个地方 击败了后金的第一位大汉 清朝实际奠基者 努若哈赤 在明天启六年正月 努若哈赤率领大军进攻宁远城 离城屋里横劫山海大道 切断宁远与关内的联系 此时的宁远已成为孤城一座 在面对手握重兵战无不胜的努若哈赤 袁崇焕丝毫没有退缩 而是率领明军誓死守卫宁远城 努若哈赤在此前一直势不可挡 根本就没有把宁远放在眼里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次和往前不同 后金军对宁远的进攻一再受挫 当时袁崇焕下令 将宁远城加固城墙 重新加固炮台 将十几门红仪大炮放在城楼之上 这个红仪大炮最早建于荷兰人的船上 在明朝末前是由葡萄牙人传入中国 当时果然是分不清 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的 误以为是荷兰人 又误以为 荷兰人的胡须和头发都是红色的 因此称为红仪 后来这些炮又被称为红仪大炮 据说是因为当时明军会在这些巨炮上 盖上红布子 所以俄为红仪 还有人认为 清军会仪字 仿造红仪大炮的时候 改称红仪大炮 仪这个字在古代是对异族的贬称 但在清朝时期 很多炮的名字也有仪字 比如在很多清炮上 刻着平仪进寇将军 从这就可以看出 红仪是红仪的恶险 与会称无关 当年袁冲焕就是用这些红仪大炮 重创后京大军 宁远之战 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 第一次遭遇的重大挫败 不久后努尔哈赤就去世了 终年67岁 现在有很多人说 努尔哈赤就是被 袁冲焕的大炮给轰刺的 关于这个问题 等咱们去探访努尔哈赤陵墓 扶灵的时候再详细地聊聊 但可以肯定的是 努尔哈赤在兵败宁远后 心理防线彻底被击垮了 心病缠身 无心正事 最终一遇而终 也就是说 如果不是宁远之战 遭遇重创 努尔哈赤很可能 不会在67岁时就去世了 宁远大捷 对大明帝国来说 意义重大 使明朝居民重新树立了 战胜后金的信心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几百年 这座古城 虽然经历岁月的侵蚀 战火的摧残 但依然保存得很完整 作为历史的见证 向人们展示着 昔日的辉煌与沧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